马总统还真是马不停蹄 出访友邦今天清晨才刚刚回到台湾 立刻赶在除夕日 慰绕宪兵和军警人员 下午还到清洁队发红包 正巧遇上了前几天才刚炮轰中央 年假太短了的新北市长朱立伦 两人的互动格外的引起关注 而当被问到年假是否该放长一点 马总统说我们来努力 刚结束出访行程 总统马英九还没调时差 马不停蹄 刚慰绕完留守的国君弟兄 接着赶场到派出所清洁队 发放加菜金 来到新北市永和清洁队 正巧与新北市长朱立伦同台 前几天朱立伦才炮荒中央政府僵化 如今两人出现在同一个场合 显得有点尴尬 现场没有太多互动 眼神也没有焦急 好 来 接下来 大家帮你最大 新年快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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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努力 我想我们大家继续努力吧 就是总是希望让我们很多的 辛苦的传统产业 辛苦的民生服务业的员工 大家每一年将来过年也好 或者是重要的节庆 多享受一些假期 同时也刺激一下景气 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马总统接着到木栅 发送一远红包 民族很捧场 人龙一路绵延 不过要发红包前 没注意到台阶差点跌倒 随乎赶紧上前护驾 让人不惊怜下 马总统会不会因为行程满党 觉得有些疲累呢 玉镇TV陈敏艳 萧炳仪综合报道